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登陆的刹那间变为16级以上的强烈台风 造成高频一带相当严重的灾害 行政院蒋院长由政务委员周舒凯陪同 抵达南部巡视灾情 首先巡视台南市市区积水情景 随后赴新市乡 巡视被水冲毁百余公尺的大洲堤防石 特别指示张市长及水利汇料汇长 多为地方造福 多研究协调改善排水系统 扩展水利资源与效益 随后蒋院长巡视大林火力发电厂及电力公司 对超高压输电铁塔被风吹倒 160余座深表关切 大林发电厂为了供应中北部地区用电 特别加设临时书电塔 塞罗马台风摧毁南部书电系统 使高频地区战时无法供电 电力公司为尽早恢复供电 调集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一千多人 吩咐各地抢修 有些已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 也都自动的回到公司 支援抢修工作 这种宫中体国服务社会的精神令人感佩 国军部队也派出大批技术人员支援灾区附件 也真正做到军民一家的地步 台电公司为了解决中方公司高炉用水 特别从北部运到一座五百千瓦的发电机 发电抽水解除燃煤之急 这次塞罗马台风 给高频一带电力设备带来空前的损害 由于台电全体员工奋力抢修 使附件工作非常迅速 深受全国各界一致赞扬 省府主席 省府主席谢东敏也抵达南部巡视 谢主席对高雄港八台货柜启重机全会 极表关切 指示尽速完成附件 能修者尽快抢修 不能修者可申请专款采购 谢主席在拼去高雄港务局理局长 所做的货柜装卸作业 应急应变措施的简报 表示满意 主席巡视高岗之后 转往高雄县邀集地方首长座谈 特别强调 因继取塞洛马台风教训 每到台风季节 大家要格外小心多做防范措施 有些高筋作物 事先能做好防台措施就大不相同了 与折缘的受损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由此可见防范工作的重要 谢主席与众心肠一再叮铃 今后台风季节 一切以防台工作为首要 也窃盼全体同胞 同心合力 完成这次灾后复建工作 与智力 、她生飞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